嗯 嗯 嗯 欸?oh my god what the fuck 超漂亮 地瓜的味道 嗨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我是Sara 嗨!今天要來拍 一支專櫃新品的影片 沒錯,今天有非常多,算滿多的 專櫃新品,想要直接把它分類成 一個影片就是專櫃,不會像之前一樣 全部混在一起,請大家讓我知道 喜歡這樣分開嗎?就是開架的跟專櫃的 我還沒有固定做這件事情,大家如果 比較喜歡的話,在下面幫我留言 還是你喜歡全部混在一起使用 那不要忘了今天影片,忽然間有 記得這樣,記得按讚,如果你 之前影片都沒有按讚,你給我點回去 不按讚,因為按讚這件事情真的是容易 忘記,除非我講什麼東西,讓你 印象深刻,然後跟像我現在 提醒你按讚,就可以按讚一下,好嗎? 我真的發現我有講的話,按讚的人會比較多 那不要忘了,如果有喜歡這類的 影片,就是看抬頭,大概這樣 就是彩妝一大堆,然後或者是你 你喜歡我,聽我講話就覺得滿療癒的 記得一定要訂閱下去,就有類似更多 的又衝又長的廢話影片 然後在我們進入影片之前,今天有個 sponsor 我們今天的sponsor是 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沒有跟上 Solone這一支妝淺乳的超熱風波 其實它在爆紅之前,我就已經 使用很久一陣子了 我就很喜歡,真的覺得很好用 對不起,我沒有在一起風波 就是我講完以後,大家就 欸,OK,我也沒有到爆炸推它 我就一起都使用,然後我自己個人是喜歡它的 重點是,又是台灣開架 品牌Solone又特別的 CP值在更高,真的是 可以懂為什麼會紅 那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的是它的 新版,OK,粉粉的這個包裝 新產品,補水柔膠 妝前精華,透潤淨白的這個 那對我來說,這支 比起影色我又再更喜歡 因為它保濕度又更高,但是一樣 不黏膩,非常清爽 看得出來滿是粉色半透明的感覺 它這樣子滑開之後 就會變得非常的飽水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什麼神奇的科技 這個感覺要你摸到你才知道 那我直接上放半邊臉 那裡面有添加了維他命C 橄欖油,白果紫草跟萃菌 能防止暗沉提亮膚色 更可以做好妝前的打底跟補水 然後可以柔膠毛孔 你剛剛可以看到我擠出來還是有點霧面的質地 但是上到臉上就可以達成補水的效果 然後看這邊 看得出來吧,這邊其實現在有點乾乾崩崩的 那像我剛剛說的 它是那種冰沙質地 現在已經剩下不多了 裡面不含酒精跟細菱等等的 就是會讓你過敏的成分 所以是不是 還不錯,看得到吧 這邊保水的那種感覺 看現在是兩邊都上好的情況下 有沒有 超補水的感覺 那這個小粉管的話就是比較滋潤 那比起第一款這個是更適合 就是油肌或者是混合偏油 或者是混合肌 因為它比較清爽一點 那我個人以前就是完全真的全乾肌 用了我還是喜歡喔,它沒有讓我乾 它不是要控油,它只是補水 但現在遇到這一支我一定更喜歡它 OK,它就是在更補水 上它之後後面的底妝真的會比較順利 然後比較持久不脫妝 妝感也會變得漂亮 那此外這支他們還有在新出 有很多新產品,是不是很幸福 他們的這一支 像素顏霜的東西 幻彩亮眼美肌乳 謝謝他們的名字沒有那麼長 謝謝 而且是韓國研發的水潤美肌成分 潤色提亮防曬三合一 然後拍一拍 它的質地也是非常輕盈水潤 看一下效果 我現在上到一半就已經覺得 哇,效果很好 看起來沒有粉感 它延展性非常好 所以手邊如果沒有工具的話 其實直接用手塗就可以 我自己就有點懶 就是反正手邊有工具我就想用 實際使用的話潤色的效果超好 跟修飾暗沉 OK,我們兩邊可以看得很清楚 哇,可以看到一個非常漂亮的清透光澤感 真的耶,這個妝感很漂亮 雖然有一些泛紅什麼的 像這個東西還是看得到 但是整個氣色就變得超好 手上底妝真的很會 很會 它有最高級別的UVA防護 SPF50加PA++++4個加 可以有效的防曬 不容易曬黑 來我們把整張臉都變得漂亮吧 假如平常沒有化妝 直接拿它來當防曬乳也完全OK 而且就會看起來一副皮膚很好的樣子 我現在真的超愛這種產品 OK 出一個手籠版本 爽 然後清爽不黏膩 真的很推薦上班上學 趕著要出門的懶人們 不好意思懶的時候我真的最愛這種產品 真的可以快速上妝 然後氣色馬上就顯得很好 可以稍微上一點點東西淡妝出門即可 嗯我現在看起來就是 嘴巴就上個比較護唇的唇蜜 稍微上點眼線 然後 基本上我覺得我現在這張臉 就已經可以出門了 我真的覺得這次手籠的新品很讚 OK 新品是粉色跟這個這兩個 我在下面連結有放更多詳細資料 趕快去看看 那謝謝今天我們手籠的業配 好那我們今天來進入我們影片的部分吧 那首先的話這裡是Covermark 他們家的防曬乳 Covermark算是第一次收到他們的東西嗎 我記得他們的粉餅很好用 但我記得我的顏色好像買太深 它是防曬 其他都是粉底類 所以它就是我們今天的防曬唯一 Covermark我對他們這個品牌不是到很熟 但是應該是日系吧 這個包裝一切都很日系的感覺 全能修護防禦霜 那邊有treatment這個 treatment就感覺好像是對皮膚是很好的 那我的話上半邊臉 我這邊這個紅腫真的 怎麼拉 怎麼一直這樣啊 但我還是不停的有化妝 所以我可能過這個今天看 有沒有機會休息個幾天都不化妝好了 因為皮膚最近真的很不穩定 但皮膚的狀態是不錯的 就是有一些小塊小塊的地方狀態不太好 然後剛剛也忘了說我們今天新品的部分 我自己覺得有很興奮的是這個 直春秀他們的無極限裸光精脆粉底 我個人是覺得說不定這是同一個系列 因為我之前非常喜歡這一關 因為它對我乾肌的皮膚來說很保濕 但是又非常的貼膚 我自己非常喜歡 所以看到他們應該是同一個系列 我把包裝打開來 你就知道我在說什麼 有沒有 看起來就是家人 OK 所以我就覺得感覺應該會很不錯 只是我的色號這也是六七四 這是我自己買的 我自己買的嗎 不確定 不確定 真的不確定 那這個看起來就有點黃 我們先放回去 但是另外一個是五八四 感覺應該也不會比較好 大哥這兩罐顏色一毛毛一樣樣 一個是一七四 一個是五八四 五八四是不是比較淺 我直接把它們濕色好嗎 這是五七四 這是五八四 五八四居然比較白 OK然後五七四是比較黃一點 比較黃 比較黃 再深 抱歉我有赤色 不然我真的原本是要 原本是要五七四 雖然五八四從外面看得出來 有稍微淺一點點 但因為號碼的關係 還是讓人挺不安的 來 五八四 然後在他使用它之前呢 我要先來也再介紹這兩個 我今天的底妝產品有夠多 這個是IPSA 我覺得今天也是一半要用在臉上 因為我對IPSA不是很熟 但我非常喜歡他們的遮瑕膏 然後我也知道他們化妝水 我覺得還好 不太適合我 那這是他們的Liquid Foundation 它是青螺水光粉底液 欸欸 欸這個包裝 想到那個3的包裝 上面就是銀色的各種反光 然後他們另外還有這個是 怎麼沒有中文標 Cream Foundation 所以應該是粉霜的那種質地 Oh my god 包裝高級感有出來 雖然這個銀色的部分 其實還不錯啦 整個高級感很有 但怎麼辦 我要用粉底液還是霜 好難喔 好難喔 不要這樣對我 嗯 嗯 我總覺得我比較想要用霜欸 耶 希望他們顏色不要差太多 我這兩個色號都是100號 OK 我想說怎麼那麼光滑平面 啊對上面有一層紙 不是紙啦就是一個塑膠片 那我先來直接上這個 啊 too much 絕對是too much 來我們一次霜很厚啦 應該說很厚 OK把它們均勻的散開 我妝前保濕有做啦 有上保濕霜之類的 看起來目前我覺得好像也要沉默的感覺 來 一定要讓粉紅拍開一點 喔 喔 很服貼的感覺 呢 看到世界無敵服貼 但是因為我現在臉是個過敏狀況 I'm sorry OK 就是臉會過敏 就是我的體質 雖然我知道我可以不用吸狗 但 我有點需要 OK 我的人生不吸狗的話 我會不行 Kofi是我們的毒癮 等一下我來看Kofi用不容易上鏡頭 他很有個性 而且我現在有客人在家 他又會更想要跟客人待在一起 因為媽媽拍影片的時候都不理他 遮瑕度 都還不錯 就是 中間偏低一點點 因為我覺得我現在 我雀斑都看得一清二次 但是 It's OK 我們這邊的妝感 非常自然服貼漂亮 我目前是覺得蠻喜歡 但就是那個遮瑕度沒有到特高 但現在的東西其實遮瑕度好像都是偏比較低一點 那我們來到我們這個紫唇袖的這個粉底 雖然他是已經比五、七、四還要再淺了 但還是偏 好像是偏黃 只刷 顏色還OK 顏色還OK 我感覺是非常輕薄的質地 就水水的 這邊用刷子刷起來比較有種浮起來的感覺 一定要用這個壓過一遍 但是壓下去就很服貼喔 兩邊一樣都很服貼 OMG 但是遮瑕度 這邊搞不好 比這邊還要這個更低耶 就是紫唇袖這個 就是非常的水水輕薄的感覺 我來看看能不能疊加多一點點在我們的 就這一塊 臉頰的部分 因為這邊泛紅比較嚴重 尤其是這邊的這個過敏 嗯 我覺得 嗯 底下好像稍微可以一點點 但是效果不會到 非常的好 OK 但是我得說 目前感覺不錯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有個不好的預感 很難拒訴我現在的這個感覺 這個CMP的這個 護唇膏 雖然吃到就跟蜂蜜一樣甜 我沒有到很喜歡 希望它們沒有味道 眼睛下面的部分 其實我剛剛才感覺收到 Make Up For Ever遮瑕液 那他們的遮瑕液 這一次是出 較色的這種遮瑕 一個是橘色 然後一個是白色 白色應該就是提亮吧 沒有珠光 是霧面的 我覺得現在臉上還有很多地方泛紅 其實都沒有遮掉 這個直接這樣出門也沒有問題 就是妝感會看起來非常的自然 但是我覺得還是需要一點點遮瑕度 今天有遮瑕度的東西應該都沒有在 但我們就還是以今天的產品為主 就直接先這樣子下去 好那遮瑕膏的部分因為有這個粉色 我就來看它是不是能夠遮一下我們 喔 其實 非常的橘 非常的橘 很橘耶 它好像就是這個橘跟這個白 我以為它有分明暗度 但沒有它就是這麼橘 我會緊張 我來用點胭脂的DB05 點一點點 在手上 顯色度是很高的 哇 看能不能校正一下顏色 它真的好橘 等一下 它上上去 你能夠看我1028那個 或者是開beauty 他們的校色的遮瑕膏 我會讓你臉下直接橘一塊 但有可能這個就是專門拿來設計說 OK 下面要再加 上面要再加別的東西 有沒有 感覺就是塗橘色在眼睛下面 感覺是要什麼很強的彩妝師 在用的產品 我個人覺得有點橘 有沒有cancel掉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加了一層橘色 沒關係 我就兩邊都來上我平常的遮瑕膏 然後來看一下 效果怎麼樣 哇我剛剛只是沾一下耶 完全不需要用到 看一下它的顯色度 超 無法理解 等我 感覺是國外的膚色比較健康肌的人 可以去說使用 那加上可能我們今天搭配的日系彩妝 也都是偏比較白一點點 抱歉耶 我要用1028的遮瑕 1028遮瑕真的是非常的不錯 塗在手上好了 還有蘑菇粉塗 因為剛剛的Make Up For Ever的遮瑕膏 是非常的輕薄 所以其實拿來做這個校正色應該是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那麼熟悉的觀眾的話 我一定會讓他們知道一下 有一些像是1028他們出的這個橘色 有時候調色好都是可以直接單用 像搭配的橘色也是可以直接單用 但剛剛那個橘色千萬直接不要往臉上勾 就是尤其你跟我一樣是亞洲的膚色的話 覺得沒有 是沒有差到很多 剛剛那個橘色有幫助嗎 好像五通而已 五通 雖然我應該要小小定妝 但是我覺得今天的皮膚已經算滿乾的 我說的要小小定妝 就是我們剛剛橘色上去之後應該要小小定妝 也不會讓它直接跟這個遮瑕混在一起 好沒關係 反正我們遮瑕已經算是少量上 好看一下兩邊 我還是看得出有點差別 但是我覺得擦得不夠多 就我直接遮起來好像效果就還不錯了 那我再直接上一點1028的橘色 但還是要mix 好我覺得就那樣 沒誰特別突出這樣子 好接下來呢 接下來其實我需要蜜粉 但我們好像一樣沒有蜜粉 是有這個礦物粉底 這是伊莉莎白 Elizabeth Arden 我是會這樣唸 完美貼膚無瑕礦物蜜粉 它寫蜜粉 我先拿它來定一邊看會發生什麼事 那shade它是給我2號跟3號 我上去 嗯 簡潔有力 沒有要廢話太多 喔 裡面這個很 什麼東西 這個毛 不是很順 你看你看 我可以逆向膜 真的很像 逆向 我跟你們形容 它這一塊 中間是扁的 旁邊這一圈是凸的 非常有趣的質地 拜託2號不要生死我 謝謝 什麼 看起來好深 不知道不一定 然後轉它 喔 好耶 那麼 我來用這支嗎 就是Kaibeauty F01 不知道 看起來好像 這是在joking嗎 不知道耶 我先把它當修容用 它好深 這樣 修容 OK 再往上 修上來一點點 沒有我想像的那種深 但真的也是不淺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 這邊看起來很像自然的修容 我不敢再往上上 OK OMG 好我給它自己的粉撲一個chance 好嗎 我剛剛直接先覺得 這個 不對OK 你沾起來我看不到耶 阿拉 阿我不想放太中間了 那邊就黑一塊 像這樣 我們就還是當 再修容 我等一下妝上完會 很有歐美感的感覺 超級硬要用 超級硬要用 我真的覺得不能再用了 為什麼會給我二號 而且我覺得他們的一號 應該潛不到哪裡去 質地看起來粉質非常非常的細 但是 欸色號 色號也很重要 OK Anyway 我們先用我自己平常的蜜粉 定一下妝 定一下我們眼睛中間 再配全臉定個妝 OKOK 我現在看起來像是 OMG What the fuck 中間又抬白了 中間又抬白了 我恨 然後這個刷子 把中間弄黑一點 我知道這樣真的看不太出來 底妝怎麼做實測 不好意思 但得說上面跟下面加起來 還是可以看到底妝 就把上面那個當蜜粉畫 天啊 好深喔 What the fuck 我覺得我好像要 救一下 那好一點 我現在妝感已經超厚 粉感超重 Yeah 但是 都還是很服貼肌膚的 真的 你們自己看到吧 妝現在變得 其實我的雀斑都會遮得很不錯了 稍微眼睛下面稍微有些乾 你說剛剛有戳比較多 Mega Forever的那側這邊會稍微厚一點啦 因為它就是多加了一層 OK 然後再來的話 香提卡這個我真的 其實應該要用一下 但是對香提卡好像真的還好 他們有給我這個 算是粉底嗎 Tinted Moisturizer 所以是那種BB霜之類的東西 香提卡 香提卡我用過的東西都很不錯 雖然用的東西不多 因為它比較貴 這顏色 來看一下 它的中文叫啥 也沒有中文不要 謝謝 謝謝 但它上面其實就是 Just Skin Tinted Moisturizer SPF 15 我這感覺在臉上會很漂亮 我這感覺在臉上會很漂亮 就是Just Skin的那種感覺 沒關係我們這個 有興趣的人可以留言 不然就是我之後 以後的Get Ready With Me會用到 好地 那再來的話 我先把眉毛處理一下 好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進入眼影的部分 然後是 Doce Cabana這個牌子 然後是非常浮誇的包裝 我剛才發現 這是個妝前乳 沒有用到 I am so sorry 它是 天生美膚佛手乾保濕妝前精華 阿妞欸 為什麼會有這個 剛剛掉出來了 這根 這根要放哪裡 它從同一個盒子裡 而且都是金屬喔 後面這個蓋子 有沒有 它就是這種 你要把它 按進去破解它 Oh my god Oh my god 等一下它就這樣擠出來 然後卡在這裡面 What 你這樣卡在裡面 Oh 摸起來是霧霧的 霧霧又有點保濕 Glow在哪裡 OK Glow可能是有保濕的部分是不是 Oh 你有看到我把整條都擠一遍了嗎 它剛剛原本是膨的 整條擠一遍了 還沒有擠出東西 喔有 我只是要給你們看看質地啦 因為我今天就是已經上了 然後這個 這是金屬 非常有質感的意思 但是這個妝前 今天沒機會用到 搞不好很厲害 好像產品本身是有多少mol 33mol 所以 嗯好 33mol 我看一下像這一條 50G 所以這是33 這是50 有啦合理 然後再來的話當然最興奮的是這個Dolce Kbama 他們的眼影盤 有聽到嗎 充滿了浮誇的聲音 哎呀喂 又是先掉了很奇怪的東西出來 牌子 鏈子 Dolce Kbama這個牌子 說實在我不太熟耶 只知道它好像蠻貴的 那這個的話 這是它的眼影盤 現在有點混亂 扣上去 這樣 就是一個 我不知道可能你出門 在包包說可以扣在上面當裝飾嗎 就這樣晃來晃去 敲來敲去會不會壞掉 OK我先打開裡面 OK我知道大家很想看裡面 塑膠的包裝 那個打開的瞬間還是有震撼度耶 它那條鏈子甩來甩去 我剛剛差點 差點要失手把它摔爆了 其實我好像打開過了啦 喔那個時候開光完品的時候 已經開過一次了 欸這個 這個鏈子 天凡人仙 等一下 喔這個鏡子超大 OK 超大的鏡子 OMG整張鏈都在裡面了 當然它眼影盤也很大 所以你要帶出門的話 補妝的話 在路上看到人家拿這個補妝 也是蠻帥的吧 如果人家知道Dolce & Gawana是什麼的話 品牌 它裡面其實有一些實用色 喔我先稍微刷一下 好大家看一下刷色 好像一個紫色沒刷到 但是 Anyway因為霧面的部分其實還不錯 真的還不錯 但是 金屬色的部分呢 這兩顆是那種非常的鬆 就是你在摸的時候 要小心一點點 那它稍微有一些黏性 然後你可以看到用手指 在抓它的時候 其實它容易會一塊一塊的 我現在直接馬上就示範 所以我平常可以 可以拿來抓亮粉的 或者是金屬色的刷子 抓這兩個很粗的顏色抓不起來 就會像這樣子 很碎 然後也沒有集中度 有沒有看到上面這個是用手指 然後這個是用刷子 所以呢 用刷子一定不行 但是用手指也不太行 可以啦 就是這個顏色還是可以 但是需要小心的用 因為它很容易 以後它就 會有很多塊狀掉下來 雖然這種很chunky 很大塊的亮片 的確是會比較不均勻 但是我還是有看過做的均勻的 所以不要傻我 我只是老實地說 以後我的眼影 我的眼影好要求啊 但是 他們這應該是在賣包裝吧 然後我覺得裡面的顏色做的是 很有誠意 我還是要把其他講一下 這兩顆呢 是非常鬆散的亮片 鬆散到我不知道要畫哪裡 你畫到手上 它就是會 就是超散 我上面這個是刻意輕輕點它才不散 但是這個 摸一摸 它就變成這樣子 感覺是可以拿來當身體亮片 因為它本身沒有任何黏著度 它沒有辦法集中 所以呢 看不太出來 因為那個顏色 感覺可能是 要搭配定妝噴霧使用 搭配定妝噴霧使用 有機會就是蠻漂亮的 嘿 簡而言之 我心情很複雜 因為很少會出 就是這麼漂亮的眼影色 然後又是特別有一點點 有顏色的那種感覺 你看 這邊這顆黑色 是雙膏狀的喔 然後它這裡面的粉 飛到一個不行 亮片就會跑到那個黑色裡面 然後它就黏住 不會再起來了 所以這個設計大有問題 對不起 Dolger Cabana 我只是說 You tried You tried 沒關係我先畫 搞不好 我相信一樣是可以畫出一個很漂亮的妝容 OK 首先呢 一定我還是想要走一個 好嗎 我們要日常 而且它的顏色 也讓我不知道怎麼去搭配 所以我還是要走這個最安全的 那它沒有淺色過度暈染色 我自己去找我自己的 另外的過度暈染色來過度暈染一下 老實說啦 就是我剛剛上的顏色其實蠻卡色的 所以就要跟過度暈染色合作 但是它那盤裡面又沒有過度暈染色 底其實也很重要 底一定要稍微要均勻一點 所以這邊現在兩邊看起來還OK 那暈染色 我會稍微沾同一個顏色 然後因為它是比較鬆的刷子 那你就可以這樣上 然後慢慢暈上去 就還是可以成為一個蠻漂亮的劍子 還不錯 還不錯 剛剛一開始下手可能有點太重了 接下來就是要上一個比較深的顏色 那我來用一支 剛剛那一支再小吃一點 這個是Morphe V 206 然後我想要來進入這個深的紫色 要做出差別啦 就是這個顏色跟它的話 應該不會差到它太多 那我現在直接在邊邊暈染 喔!嗨! 好!回來了 在邊邊暈染 可是這個深色 著色度非常好 著色度非常好 very important 有沒有看到 這邊還OK 沒有沾到太下面 其實我現在眼睛上面這個顏色 好像可以試試看這個 對 這個金屬色 我先上這個金屬給大家看好了 就是我剛剛說很鬆散的 搞不好在眼睛上很漂亮 I don't know 但我自己呢 想會墊一張衛生紙在下面 它完全沒有黏著度 所以直接就掉了一大堆粉下來 我自己看得到 你們看不到 因為它是淺珍珠色 但是這樣子其實蠻漂亮的 就是它是超大顆的 超大顆的亮片 怎麼會這樣? 好像其實蠻美的 就如果今天應該看得出來 我今天就是已經有點 稍微要去參加什麼很猛的宴會了 的那種感覺 就是直接整臉這樣子刷 因為它沒有黏著度啦 所以你沒有辦法控制它 哪個地方上的量比較多一點 哪個地方沒有 那如果你有定妝噴霧 好我噴了定妝噴霧在手上 然後用這個 稍微這樣摸一下 讓它增加黏著度 然後再去上 但是有沒有機會 再更黏著一點 有嗎? 就很像膠水一樣 其實膠水黏亮片的感覺 我這樣看起來其實很美 非常的美 因為它的亮片超大顆 我就愛大顆亮片 Oh my god 怎麼辦?其實超美欸 只是一定要搭配一定妝噴霧 Oh shit 剛剛我的那些解釋 都是我自己對眼影盤的認知啦 我還是當然 就是跟大家說明清楚 然後這些條件都ok的話 其實這盤怎麼辦 我每次被它漂亮的成果 就燒到 我就會覺得 欸其實這盤其實還不錯對不對 Oh my god 欸超漂亮 Beautiful 只是手上真的都是一堆亮片 那我這個剛剛沾的這個顏色 我還是很想用它 但是我現在正看起來超美 旁邊 旁邊加一點 啊還是有點明顯 就變成有點藍色 完了又要變成舞台妝了 我剛剛暈的那個霧面好像都沒有屁用了 好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掉粉掉到死 但是因為它是非常大顆的亮片 所以掃得掉 完蛋了 又變成感覺好像是優點喔 那我還是要把剛剛深色的那個 顏色再暈出來 我覺得其實沒有加剛剛的那個顏色就很美 但是有加就又更美 多了一個層次 而且看本人會美蠻多的 那我剛剛加的這個藍色是有黏著度的喔 應該要說就是這個金屬色 它是有黏著度 所以你就不用加定妝唐物 好啦其實剛剛沒有加那個藍色就很漂亮了 現在已經快要變成不知道什麼孔雀頭 好像我今天就是穿這個鞋切 感覺就是要去參加宴會的感覺 OK 這個 哇真的好處壞處都有好多 現在全部亮片掉的我全身都是 然後整個桌子上也都是 我衣服上也都是 整體來說 喜歡彩妝的人我覺得可以買 買回去開心一下 但應該就應該不便宜 真的是看個人 它裡面還有一支刷子 不要忘了跟你們講 但我自己是比較不用眼影盤裡面附的刷子化妝 但它這個刷子給的還不錯 就是這個刷子是可以去暈染的 是不錯的刷型 跟大家說一下 Alright 其實他們也有給一支眼線液筆 是藍色的喔 哇包裝也是超藍 我們來刷色 我稍微甩一下 攪斷一下 有欸 是有藍 有飽和但是沒有厚 那我自己是覺得加了藍色 應該這邊已經都那麼深的話 我小小的 還是 欸有欸 OMG 藍色是有顯色度的喔 我拉出去 原本有顏色就是沒有那麼好控制 我今天變成特殊妝了 不好意思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我們的道具 我們道具就是這麼特別 我就只能畫得這麼特別了 欸 嘿嘿 做什麼的出去 Alright Hey Alright 畫完 你的人生是一片光明 Alright 全身都亮晶晶 妝感看起來都是還不錯的耶 這個妝我也蠻喜歡的耶 就說實在 那接下來的話 其實我是想要再用黑色的眼線 再把它們勾出去 但其實這邊 我這邊有Valentino他們家新的眼線膠筆 然後我其實很喜歡這個眼線膠筆 他們真的很顯色 但我覺得今天好像已經真的沒有機會 再用給大家看了 我就是已經太七彩了 再七彩下去 說實在 我每次妝只要畫的這樣子 很有特色 看的人就是會變少 現在市場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就盡量不要畫這樣 但我其實畫起來還是蠻開心的 就覺得很好玩 平常就是我自己出門的話 也慢慢比較少會畫這種妝了 那我現在還是想要用Valentino的 這個黑色的眼線膠筆 來畫我們的眼線的部分 那我會需要一邊用眼線刷去做調整 嗎 超顯色的 這才是需要做調整 這樣有嗎 肌底還是黑的 我兩偏眼睛形狀真的是一定完全不一樣 再想要怎麼畫 畫好 眼線膠筆的部分我是覺得真的是蠻厲害的 其實好像原本是要業配 結果就是沒有業配成功 因為時間上搭不上來 但我最後還是覺得很好用 所以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我把眼線算是用完回來了 稍微把他們其他的顏色 適給你們看好了 這個是Solar Coral 你看滑順度 我相信他們好像還有更多顏色的樣子 但這些顏色就已經讓我覺得好滑 好喜歡 然後剛剛的是Brown Fondant 再來這個是Pink P皮 對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Pink 然後兩個皮 下一個的話 我好像應該要先戴睫毛的回來 OK 睫毛完成 回來了 我們有這個 欸這好像是腮紅 這是香提卡 他這次 連剛剛那個像是CC Cream的東西一起寄過來 這是他們的Sunstorm系列 我只能說 這個包裝 太陽石 我沒有說就是配色什麼東西 我有給到我太陽石的感覺 但是 他的包裝 打開你們看 對不起啦 這個廉價感太嚴重了 除非他比較便宜 除非他這個系列有比較便宜 不然 這個要2850塊 這裡面我看到最貴的 但是包裝 這包裝真的 真的很 很廉價 對不起 這是我第一次收到商提卡的 那個 公關品也是最後一次 但是 但是香提卡我不知道欸 他們好像是有做什麼工藝三十之類的 旁邊這個 修容的部分也是 就是這塊就是塑膠 我真的 這個要3050塊 這一塊非常漂亮 OK 這一塊 有沒有上面的壓紋精緻 又非常漂亮 但是你拿到這一顆 你看一下它外面長這樣 I can't I can't I can't 還是其實蠻可愛的 我只是還沒有習慣 它的包裝的設計 裡面的東西很漂亮 就像這個腮紅一樣 而且我們先來用它好不好 在那邊DIS包它的產品之前 我們先用 先用產品 然後大概就是 我說實在這隻刷子有一邊好像 有沒有得分 但是我就不分了 直接這樣刷 然後粉是壓得很實的 哇 是非常優秀的腮紅 好啦那個錢的部分說不定是在 產品本身 非常好用的腮紅 我真的隨便這樣子嚕 那當然因為顏色也沒有到太深 但它完全 完全無需去擔心會不會卡色這件事情 超漂亮 我就是一直完全無腦這樣子上 從後到尾很漂亮 應該這邊不要上 但來不及了 對應該像這邊上這樣子的 看這邊有沒有稍微的壓掉 這個地方稍微刷掉 那它範圍還是控制在中間 可以的話 那就鼻子上也 超級優秀的腮紅 不好意思 包裝我還是 還是小小的過不去 但這個修容的顏色其實也很漂亮 它的壓紋 它是偏比較 稍微古銅色修容 那我應該上一點點就好 不知道它的顯色度如何 感覺 對 跟腮紅一樣是非常好控制的那種 好 好 好 就我自己覺得 最近我在拍影片的時候 講話的時候 我都自己很常 自己會冷靜下來 然後就覺得一切好安靜 大家有感受到我最近拍影片的時候 比較沒有精神嗎 我跟你講我是沒有自覺 就是應該說 我沒有辦法知道說 喔我現在沒有精神 因為為什麼為什麼 是我覺得 我是不是不太有精神 還是還好 其實還好 我不知道 Let me know 但是 哇這個腮紅超漂亮 然後 那個修容也很漂亮 對不起我說你的包裝 別這樣 就是比較便宜的感覺 OK 就是便宜的feel 但是這兩個東西好優秀 很好用 非常好用 好 那最後就是我們唇膏的部分 唇膏的部分 大家從縮圖應該就可以看到 就是NAS這次這個 非常美的唇膏 先來刷色 我剛剛忘記按 繼續 就是露營的按鈕 Shit 那我們重新 因為我現在是在講 NARS的這個系列唇膏 先講它的包裝好了 它的包裝很特別 通常短的地方應該是唇膏的地方 但是它是打開是這樣 這裡 是從高的這個地方轉出來 我現在上的顏色是803號 就是顏色很美 我只能這麼說 我今天就是個大姐姐捲髮 前面應該 不知道 好久沒有用這個捲髮漆了 雖然還是很美 但就是一個大姐美感 ONI 好 那我還是刷一下給大家看 顏色 手邊我有的 這次的色調就是比較偏土橘的感覺 大家有感受到齁 就是土土橘橘 那我自己最愛就是803 就是這種 比較中間色調一點點棕色 有點亮對不對 OK 剛剛稍微有點亮 好 很美 就是那個顏色 唇膏質地我覺得不錯 但是就是我怎麼說 它就是一般唇膏質地 沒有水光 但是保濕度很足夠 上色 然後不容易卡乾皮 因為其實我的嘴巴上面 其實是會有乾皮的 尤其是我剛剛其實在擦的時候 就覺得乾皮應該會 如果有一點乾的話 會卡在乾皮上面 但它沒有 淺色度是非常顯色 我是有稍微把它上下暈染 所以看起來在邊緣的地方 比較模糊 但如果你想要整個上滿 上好上滿的話 雖然現在比較少有人是那樣子的上髮 但是現在 如果你喜歡那樣的話 也是隨便你 但是整個有沒有 在嘴巴上非常舒服 好一陣子沒有認真用一般唇膏質地 但是我覺得它的包裝質感到一切 我都很喜歡 我想要試試看它其他的顏色 因為它這次給的顏色 真的都偏土橘系列 然後我也喜歡 首先我喜歡 尤其是這一支 但是我現在比較喜歡中間色調一點點的 好 我這邊的話 有這個是羅拉密斯的唇筆 跟那個什麼眼影筆 它們不同品項 我知道它全部放在一起 我有點confused 唇線筆是這樣細的 它包裝比較厚 眼影筆是這樣 Laure Mercier的眼影筆 我應該也是有蠻多支的 它們的眼影筆就是很好用 這些希望是新色 兩個包裝又不太一樣 這支會不會有可能是酒色 我感謝羅拉密斯的愛戴 我其實有不少他們家的眼影筆 我來看一下 這叫做Starlight Starlight這個顏色我並沒有 所以我就可以來刷色一下 Modern Rose這個顏色 我應該也是沒有 它是有點稍微新的包裝 它也是金屬色 Soy Ray Soy Ray 這個顏色感覺很漂亮 成熟的那種 單色眼影上上裙刀 就是稍微抹一下 然後就可以完妝了 但它們都是有金屬的光澤 Laure Mercier也有出霧面的 只是今天沒有出現 然後它們新出的唇筆 就是兩支都給我超紅 兩支長短也有點不一樣 這件事情 我有點疑問 我這是我全新拿到的 可能蓋子蓋比較緊 那這支的話是07號 是Red Velvet 也就是紅色 紅色 就是紅色 我還能說什麼 然後再來這個是10號 Precious Plum 也是紅色 但比較偏冷色調 有啦 一個就是正紅色 正紅色是這個 比較這邊的 然後這邊這個是比較冷色調 那它們這次也有出新的唇膏 然後一個是給我紫色的 一個又是給我紅色 應該是它們的新系列 因為我記得這個包裝我沒有看過 長得蠻帥的有沒有 加一支粗粗的這個包裝 那我們來看一下紅色 刷色 飽和度 飽和度超高 啊對 我笑起來了 我有 我已經有在現實動態上面講過 它有一個地瓜的味道 香香的地瓜味 如果你不喜歡地瓜 我不確定你會怎麼覺得 我覺得蠻香 但我也沒有到特別喜歡 唇膏有低地瓜味這件事情 我不確定 那我現在上一下另外這個顏色 就是都是地瓜味 這個是705 紅色是520 我覺得是有跟我愛你有關 搞不好是什麼青年節限定 我的話 好我把那個紫色上嘴看看 紫色我還覺得 好像跟今天妝搭起來應該可以合理 那有點不好意思欸 是我沒有想要用它的唇線筆 它給我兩支紅色 嗯我搭不起來 這個地瓜 喔它地瓜味好重 就是烤番薯 沒有烤沒有烤 就是番薯味 我要給亞當摸摸看 非常絲滑 彩度還蠻高的 有那個紫色的感覺 整理控制 喔 跟今天妝也非常的搭 還蠻漂亮的 它雖然看起來紫紫的 但是是那種 時差的紫欸 就是它上面這個 這個讓你看起來有點太恐怖 但其實我覺得 這個紫色算是時差的紫色 然後我把唇風 我喜歡唇風 就是稍微出去一點 現在流行的唇型 嘴唇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形狀 這唇膏好像比上一支還要更適合 因為整體是帶點藍油 有點紫的 OK OK 好 唇膏 再來有Valentino的 就是只有一支欸 我看過他們其實有很多色號 但他們寄過來只有一支 所以我只能試質地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錨釘設計 但是Valentino好像就是一個 充滿錨釘的品牌 這顏色感覺好像蠻美的 我現在這個色號是 E34R 天啊 等一下 就是顯色又非常滑順 感覺又很會填唇紋欸 怎麼辦 又想試在嘴上 忍不住 超滑順 喔喜歡它的味道 喔 Oh my god 質地是非常好的質地 然後這個顏色也是你知道 擺搭到不行的 豆沙 豆沙色嗎 這質地很不錯 至少現在初始上去 很不錯 然後他們寄一個我自己很喜歡的顏色過來 所以OK 喔對啦 剛剛其實都忘記仔細講包裝 NASH啦到Laura Mercier到Valentino 他們都是高級質感 就是所謂高級質感就是做工是細緻的 然後也有重量 所以拿起來會有一種 嗯 這唇膏蠻貴的 然後Valentino這個也是 外面這個 不知道是真金屬還是 總之這支我很喜歡 這個顏色我也很喜歡 再來香提卡 剛剛那個被我包裝嫌棄的那個系列 還有一個唇膏 其實我非常喜歡 香提卡 有一支唇膏我一直都放在包包裡面 它應該絕對是過期了 但我還是放在包包裡 但它這個其實就是一個潤唇膏 喔我應該也會很喜歡 因為他們的滋潤真的有滋潤 不是滋潤假的 我覺得 有很多唇膏真的是在跟你滋潤身體健康 就是沒有讓你的嘴巴真的有滋潤到 說實在 沒有照顧到 然後沒有保養到 就只是給你一個顏色 然後看起來水水亮亮的 但是香提卡的唇膏 至少它的保濕型的唇膏 我穿上去真的是覺得 又像護唇膏 但是又是漂亮的顏色 像Dior那樣 Dior的我也很喜歡 Dior的那個護唇膏的系列 好 再來我是發現 倩碧有一個睫毛膏 我忘了用 但是我今天是直接貼睫毛 我就只是把睫毛燙一燙 然後就直接貼那個我們 idol的睫毛 是一個idol的眼睛 長得好可愛 新的包裝 很可愛 它是Lash Power Hi-Fi Full Volume Mascara 5D極致濃密精華睫毛膏 聽起來就會睫毛下垂 但是我今天剛好沒有試到 對不起 是我忘記了 我其實以為Chin Lee 這次寄來會是唇膏還是什麼的 但是我會想再試試看 就是它那個包裝 讓我覺得很可愛 然後跟我自己覺得 我要再多試睫毛膏 我其實是一個不太愛試睫毛膏 到有點誇張的人 就是我看到睫毛膏 就覺得你沒辦法 你沒辦法 乾脆直接二手拍 或者是有人要的話 直接送給別人全新的 因為我睫毛真的 又短又直又硬 所以就是其實真的很少 會有睫毛膏讓我喜歡 那我如果有遇到喜歡的睫毛膏 我就很容易停在那個睫毛膏上面 我的問題 我之後會加油 OK? 那最後我唇膏的部分是 Make Up Forever 這是他們的藝術大師 玩色唇彩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全部都是紅色的蓋 有種要過年的感覺 好 然後重點是還有兩支唇筆 我對唇筆很有興趣 之前他們有一個系列 是可以當唇筆 又可以當眼線筆的那個系列 我很有興趣 但可惜我沒有收到公關品 跟我身邊已經有太多東西要試了 我記得我有去專櫃看過我喜歡 然後我喜歡的顏色都剛好都沒火 我覺得好 好吧 這個系列 Color Pencil Extreme 好 Extreme聽起來很夢 E36 Legendary Latte 顏色 顯色度是絲滑的 但是感覺不是厚重的顯色度 是比較輕薄的感覺 然後再來這個是 Wallever Walnut Wherever Walnut 606 兩顏色很漂亮 是我喜歡的裸色 我來看一下這個Wallnut 試試可以加在這個外面 它是蠻深的喔 就是會把嘴巴這樣圈起來 那My Vibe 不是我的Vibe 或者是剛剛用Latte這支 看外面 顏色比較淡 塑形的部分 好啦 就是小用小用一下 就不知道為什麼在醜上看起來很淺 在嘴巴上比較容易深一點 OK 但我喜歡 然後再來就是這三支 我先刷色在手上 那它如果真的有比這一支 還要再更適合今天妝容的顏色的話 我一樣會試在嘴巴上 直接誠實說 最近影片太長了 我就是要讓片時的影片 盡量短一點 我就不要 什麼都想試 會美完美的有 加上我自己也好累 唉 那麼 這邊有 E38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這支是霧面的 有看得出來嗎 對 看得出來 很明顯 這一支是E38 霧面 而且它的包裝跟以前不太一樣 以前是一支正常的唇膏 這個是有點 有個形狀 蛤 對不起 這顏色 想試 想換 好然後再來是 E42 但它是亮面的 它的亮 是有光澤 會還蠻明顯的樣子 然後再來是 210 這是我比較普通排好的顏色 超級無敵亮 珊瑚色 NOT MY TYPE 好 那感覺就是要來試一下我們的 這一個 中間這一個 好那我就來用 E38 Make Up For Your 原本就是他們的彩妝品都做得很好 所以這個滑順度跟一切的美好 我都知道 我應該要用他們這個Legendary Latte 我還給我外面的 暈一下 這唇膏 好喜歡 這唇膏好喜歡喔 雖然你可以感受到緊緊的感覺 而且 我有感受到它等一下會變成 就是完全不掉色 已經沒有了 這邊 這些還沒有乾 因為我現在才剛上完沒多久 但有可能帶久的會有乾乾的感覺 但是 我喜歡 旁邊的滋潤型應該就是一般的滋潤型 Dang 剛剛那就是我們最後產品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完成的妝容 好 那就是我們今天影片的部分 我希望大家有喜歡 那今天產品的部分我們就可以回來看一下妝 妝都還是非常貼 雖然上面就是有上了另外一層 這一塊的話是上一般我的蜜粉 就是既凡其我常用的那個蜜粉 然後外面這邊呢 是有上我們的礦物蜜粉 它還叫礦物蜜粉喔 就它的中文名字叫礦物蜜粉 但是其實英文名字上面是寫powder foundation 所以其實它是礦物底妝 礦物蜜粉可能一樣的意思 礦物蜜粉 這個世界上讓人很困擾的字已經太多了 但總之今天的妝整個都還是非常的貼 OK 大家可以看 妝是非常的貼 然後我剛剛不是有說我覺得有不好的預感 但是其實可能蜜粉的部分不錯 然後底妝剛剛看起來其實也是蠻貼的 只是我自己可能對自己的過敏比較沒有自信 我只是說有不好的預感 但是到現在妝都是維持的很好 那鼻子這兩邊是比較容易會出油的地方 至少我們剛拍影片到現在都還沒有 很可惜的 我等一下一樣是又要去醫院做檢查 所以不會應該是沒有辦法帶這個去 所以我應該是會把它先卸掉 但就 我也想做實測 我其實蠻想 我蠻想知道我這樣子可以怎麼樣 不知道 但應該是不行 就是我應該到時候要照電腦斷層的話 睫毛至少可能要拿掉 然後這上面 我也不知道 就是什麼金屬什麼東西都不行 所以可能什麼都不要 會比較好 但是anyway 這就是我們今天影片所有的部分 今天的話底妝其實很不錯 我還是稍微講一下 像豆雀可巴馬娜他們這個妝前我還沒有試過 我總覺得感覺會蠻有趣 要嘛是很好用 要嘛就是可能真的很不適合我 那再來就是我覺得我今天講的比較多的 就是他們的眼影盤的部分 但最後我的眼影的妝是非常漂亮 就是如果今天要party的話 我可能會再拿它出來 因為它的這個亮片的大小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然後一樣可以用定妝噴霧再去上的話 其實是蠻簡單的 然後跟它上面有這種有點星際太空的顏色 蠻漂亮 然後跟那個藍色眼線一比 雖然不是說最順的那種藍色眼線一比 但是其實已經還不錯了 使用起來的心得是我覺得還不錯 所以其實今天所有東西 我有誰特別不喜歡嗎? 我就只是對這個香提卡他們的包裝 但是我要越看越覺得還不錯 我不知道欸 這個包裝 你自己親手拿到我你就知道了 真的不是我自己在浮誇 但裡面的東西非常好用 這個腮紅美到死你知道嗎 這個腮紅真的美到死 非常非常的好上 顏色好漂亮 我真的真的 對於它的質感真的非常棒 那它的包裝什麼東西之類的 就再說 有些人可能沒有到那麼在意包裝 他喜歡東西本身是很好用的 那還是仔細的看一下兩邊妝感的不同 其實說實在兩邊的妝感沒有太多不同 然後我們的妝 IPSA IPSA的這個粉霜在這邊 然後這個是紫春秀的粉底 那這邊其實看不太出來遮瑕度 剛剛的那個礦物蜜粉是已經有在增加遮瑕度了 但是中間這一塊都還看得到 那妝感是差不多 那稍微皮膚有點粗糙的部分 是我自己目前正在經歷敏感的狀態 所以以目前的持妝效果 或者是目前的妝效 因為其實我化妝化到一半的時候 真的該出油的時候 其實就會出油了 那雖然我的蜜粉 季凡希的蜜粉 就是我自己習慣用的蜜粉 材質很不錯 但是底妝的部分沒有因此 而開始浮粉什麼東西之類的 所以其實我也有預感啦 原本紫春秀這個 我就知道我應該會很喜歡 然後IPSA他們家的東西 他們的遮瑕膏 就是那個三色遮瑕 我自己超級喜歡 所以對他們的底妝也有高期望 但當然還是要多用幾次 那這是我的第一印象心得 給大家參考一下 目前都還不錯 好其他的你們就大概知道 那就是今天影片的部分 終於真的要結束了 那如果有只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忘了給我一個讚 然後不要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每次有影片的話 都會第一個通知你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